修旅车朝路边暴冲 前方一名骑士连人带车被铲飞 修旅车持续滑行 强大的撞击力道 连在路边停等的机车骑士跟民众也被波及 还有多辆路边停放的机车都被撞倒 其中60岁无幸机车骑士伤势过重 松衣抢救后寻告不至 这次发生在4号傍晚 云林护卫的死亡车祸 撞击瞬间曝光 肇事驾驶开的银色修旅车往路边暴冲 连撞三个人 车子还没停下来 直到撞向对面的店家骑楼才停住 修旅车强大的撞击力道 连店家的铁卷门柱子都被撞歪 除了最前方的机车骑士伤重不治 还有一名20岁学生和46岁的女子被波及 虽然只是手脚出现擦错伤 却也饱受惊吓 肇事的带性驾驶在撞击后 向警方公称 当下自己是因为太累一时恍神才会酿货 造姓带性驾驶在事故现场 只施酒册没有酒精反应 原警队肇事驾驶进行酒册 全人驾驶没有喝酒 但休旅车突然暴冲 究竟肇事驾驶是太累恍神 还是其他原因酿成意外 警方还在进一步厘清 欢迎订阅 哈喽大家好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